很多的数字 斟酌一下 那您策划速营的这个地方 有些什么样好玩的项目 第一个是我们的夜碳梯田 然后到夜晚的时候 我们会带客人去到田耿里 带他们去抓那个扇鱼 夜里抓鱼 非常不扇鱼抓扇鱼的人 怎么能用扇鱼抓扇鱼呢 而且抓扇鱼有一个特定的条件 因为扇鱼他非常地怕光 然后因为在山里面 如果月光特别亮的话 那个扇鱼他就会很害怕 所以就没有月光的时候 让我们所有人带着手电 下到田耿里面 一照一个准 那月光族可以去招扇鱼吗 应该不可以吧 幽默 是 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下 浮光市营地最受欢迎的 少数民族管家 人称大光哥力大无穷 听说营地所有客人行李 都是您人肉搬到房间的对吗 什么 是的 而且我们的酒店 所有都是一些石头台阶 台阶 心里的散发就知道 我力大无穷肯定是 那个力压力压 对 那您最多能提什么有什么记录 多少斤 打手最重的大概是三十公斤左右 您背大概能够背多重 我背的最重的大概是一百七十多 一百七十多 除了力气大还有什么原因 让大家那么喜欢您 我是一个在 当您刚刚看见两只鸭子 其实这是我饲鸭子 然后他们不管在哪 只要我喊一声 就飞过来往我这边跑 真的吗 你听着喊一声我听听 几千公里飞过来 公鸭嗓是不是就这个 公鸭嗓 过来的都是母鸭嗓 对 对 没有 你怎么喊 只要我喊一声 就飞过来往我这边跑 嘎 嘎嘎 嘎 嘎嘎 嘎 嘎嘎 嘎嘎 好听 那特别想问一下 营蒂还有哪一些特色的 田野体验活动 我们已经是有不同的玩法 比如说春节 我们可以带大家去玩祖孙 然后夏天就是有X鸭的 X鸭吧 X鸭子 X鸭秒 插一下鸟 有没有觉得 吴光特别有综艺节目的效果 就是他可能是个演员 他都接得上 对 他能跟鸭子聊天 聊聊好几年 那什么都接得上 反而我觉得他是最真诚的 好 把怀疑放在心间 告诉大家 大光不仅田野技能好 做美食也是一决 今天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一桌 哈尼组的美食 这是梯田红心鸭带 梯田红米蟹 哈尼战水鸡 水淹牛肝巴 梯田鱼 野果 这就是那只鸭子 这只鸭子的名字叫做嘎嘎嘎 这是一只鸡 这是一只鸡 这只鸡的名字叫做嘎嘎嘎 韩哥这个超好吃 酸还是甜 爱甜 你有脆 真的不是吗 好酸 好酸 你是你是窝底 我一口放进去 眼泪都出来了 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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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都吃一下 都吃一下 还可以吧 尝一下这个鱼 这鱼 这我过来拿去抓的 这鱼真的好吃 这是我们扮养在公司上的小花牛 可以 有点牛肉干的一个 来 风哥 谭哥 你也饮好绝了 我不相信你了 是 对 菱花现在骗人骗的真的是一溜一溜的 好吃 生的樱桃 樱桃 那我可以吃 我以为是草 不好吗